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正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大谈台湾问题 普正直接放狠话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对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 韩国方面反对中国大陆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若台海有事韩方需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陈属中国内政 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当年在中韩两国建交公报中明确写道 大韩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 如今韩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当初对中国的承诺 这一系列行为给台独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 果不其然 普真话音刚落 台湾当局则立即给予响应 对此表示感谢与欢迎 同时普真对台湾问题的论述 具有强烈的挑衅意味 甚至强行将半岛问题与台湾问题联系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对此 我国外交部立即给予韩国严正提醒 发言人毛宁只说了两句话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他人智慧 如果韩方需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就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短短两句话齐句深意 也很罕见 值得韩方细细品味 要三思而后行 对此 有不少网友表示韩国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国家 政治经济和军事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 尤其是政治上一直被美国操控着 韩国人充满自信的认为自己是宇宙第一大国 其实就是美国控制下的傀儡罢了 我们以具体势力来说明 军事方面 驻韩美军人数近三万人 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权是驻韩美军司令 而不是韩国总统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每当驻韩美军在韩国爆出丑闻后 无论韩国民众怎么抗议 韩国政府根本不敢拘捕美军 经济方面 韩国的经济以出口为主 最依赖的还是美国市场 而美国资本牢牢控制韩国企业 比如三星背后就占着一众美国华尔街资本 政治方面 韩国历届总统都难以善始善终 只要表露出一丝跟美国政府政策相反的举动 很容易被拿下 这被称为青瓦台诅咒 其实都是美国在背后捣鬼 有人说 韩国政府如此憋屈 难道不能摆脱美国吗 就目前国际局势来看 韩国无法也没有理由摆脱美国 我们知道 自从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后 不断拉拢亚洲一帮国家 加上之前就对韩国和日本牢牢控制 美国更不会放弃这两枚重要棋子 美国到底对韩国控制有多严重 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不久前 美国纽约时报在社交平台上发了 一则由韩裔美国人撰写的韩式部队郭食谱 介绍这道菜起源于朝鲜战争 最早是用美国陆军剩下的口粮制作的 不出意外 在下面的评论区中 很快有一群网民提出批评 认为美媒宣传这道菜 是为了宣传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但是 令人奇怪的是绝大部分韩国网民却不以为然 反而以这道韩国才被美国媒体关注而高兴 要知道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 组建联合国军直接派军介入朝鲜战争 当时南韩老百姓因时不果腹 便到附近美军军营里 偷一些美军吃剩下的残根剩饭 随即一通乱顿后果腹求生 这也是部队郭的起源之一 一些韩国网友则自豪地说 没有韩国人会认为部队郭是被美国占领韩国的象征 美国是自由的象征 是韩国 的好朋友 美国帮助我们摆脱贫困 这是我们必须要感谢美国的事 大家一定要做到 可能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 明明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却被韩国网民看成一件颇为自豪的事情 可见美国对韩国已经全方面控制 甚至包括民众的思想 笔者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不能以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公民的角度来看观察韩国人 他们很少有真正的自尊 这点从建国时就是如此 因为从最初的里程晚政权开始 当时政府里有大量的官僚和资本财阀 他们绝大多数当初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叛国者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韩国人矛盾心理 一方面表现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 可又不太自信 整天盯着中国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对自己又充满自信 恨不得韩国是全世界第一 在这样的心理下 韩国人逐渐形成了逆来顺手 尤其是美国作为当前头号强国的存在 让他们产生了莫名的自豪 前面提到 韩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台湾问题很谨慎 一直在中美之间寻找平稳 从不当初头鸟 为何现在突然翻脸呢 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 还是与美国有关 由于拜登政府仍然想采用不战不和不谈的冷处理方式 来应对朝核与朝鲜半岛问题 逼得朝鲜方面只能通过发射导弹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通俗来说 就是美国不仅对朝鲜方面的震荡诉求置之不理 反而还对朝方提出各种非常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朝鲜方面发射导弹却震重美国下怀 美国据此强化对朝鲜的制裁 这让南边的韩国政府很担心 只能加强跟美国的关系 其次韩国国内清美势力原本救济力渲染反华 如今又抓住朝鲜发射导弹的机会 尤其那些企图依靠美国来获得上台的势力 便更加卖命给美国服务 甘愿充当棋子 比如前面提到的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窜台 最后 目前美国对中国已经开始了彻底的打压 中美双方对一局势也全方面展开 美国上下早已形成一致的想法 就是一定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韩国只能选边站 他们没有任何选择 必须保持跟美国政府的战略一致 逼着奉劝韩国政客们一句 台湾问题不是你们有资格干涉的 即使想干涉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千万别玩火 要仔细揣摩 我国外交部回应时说的两句重话 另外 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 充当美国的打折的下场